禮拜五上午通常不是聚會時間 不過歷史悠久的濟南教會 湧入大批會眾 舉辦臺北平安祈禱會 長老教會要來祝福陳時中 牧師以聖經中摩西八十歲 蒙神呼召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做比喻 祝福陳時中 為這個城市國家帶來改變 選前倒數二十四小時 陳時中要用愛與和平化解 選戰對立 而網路上流傳這張照片 二十四號車隊掃街時 小妹妹 站在路邊舉牌 希望達成姐姐領陳時中市長獎的願望 更是帶給陳時中溫暖 沒有投票權的小朋友站出來 鄉挺 還有旅居國外的臺灣人 也回來了 祈禱會上意外現身的 是獨派前輩金美玲 有這個CORONA 他們打拚的人 如果不肯定 什麼人要為臺灣人打拚 金美玲就算沒有投票權 也要搭機回臺官選 就會一選戰牽動海內外國人的心 華視新聞張志行 陳志學台北報導